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我们的崛起本质上当作一种挑战 国内做得很好 国际上的美国方向兜而不破 其他方向广结善缘 推进国际统一战线 那么中国可以立于500之地 对我们金教授表示欢迎 大一年我又是大一局 现在的问题就是做好我们的事 排除各种干脑 抓住机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使命 我天气比较乐观一点 下边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那么在中国企业家年度峰会的现场 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样的一位 殿堂级的大师 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 来为大家的航线进行导航 那么大家就掌声有请 中国著名战略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为大家带来主持演讲 企业家思想进化与全球格局 大家掌声有请 谢谢北京智库商学院 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换一点看法 我不是从事经济研究的 主要是从事国际战略研究 所以更多的从国际角度 给大家介绍一点形式 也就是经商的外部环境 那么国际形式 现在总特点是这样的 就比较乱 2016年 那个是不是英国脱欧了 然后美国选出了 第一个商人总统 纯商人总统 特朗普先生 那么自那个时候以来呢 世界形式的特点就是越来越乱 这个乱象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个跟你们有关 就是贸易领域 现在在贸易领域 是不是那个保护主义很厉害 它的关键就是美国态度变了 美国这个国家 原来呢是这个 自由贸易的起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 我们人类的那个贸易是有大发展的 经过好几轮谈判啊 比如东京回合 肯尼迪回合 这个 那个关税啊 降得很厉害 而且非关税壁垒也降了很多 那么这个都是美国人推动的 所以美国曾经呢 是自由贸易的起手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就美国变了 美国变得很小气 美国呢 这个原来 这个政府文件 经常谈那个叫自由贸易 英文叫free trade 现在他不谈了 现在所有的政府文件用的是啊 叫公平贸易 英文叫free trade 公平贸易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你看它的实践 它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公不公平 是美国人决定的 那么特朗普先生呢 他是个商人 他算戏账 在他的眼里 所有国家跟他的贸易 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天天跟人家打贸易战 是吧 所以导致了这个自由贸易 发生了逆转 自由贸易呢 是全球化的一个关键 一个内容 自由贸易逆转 是不是全球化就停顿了 OK 这是世界的一个乱象啊 第二个呢 就是思潮 思潮啊 现在比较混乱 这个思潮看起来 跟那个贸易没有直接关系啊 跟经济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它影响经商的环境 是吧 就是思潮乱了 不利于经商的 那么思潮现在有两个乱象 一个就是各国内部 出现了一个东西叫身份政治 英文叫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给人贴标签 这个 就是把人贴成 比如左派 极左派 右派 极右派 前现代 后现代 保守 激进 等等 就贴标签 贴标签啊 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人呢 很复杂的 知道吧 人是多面的 他可能在经济问题上 他很激进 可是在社会政策上 文化上很保守 对吧 政治上比较温和 人是多方面的 但是呢身份政治来了以后 就把人简单化 贴标签 贴标签的结果呢 就是出现了叫只占队 队伍的队啊 不占队 对错的队没有了 就你是我的人 我永远那个维护你 你要是我的对手 你讲对了 我要反对你 这样十年久了 是不是这个社会 社会就没有是非了 一旦一个社会 没有是非了 就像老中医 讲一个人 说这个人 原神换散 原神换散什么意思 就神经命了 知道吧 就神经命了 身份政治 跟我们的文革 有相似性 文革的时候 是不是给人画成分 你要是地府反观右 你就倒都没了 对不对 你再努力 能力再强 也没有前途啊 但是你要是 贫下中农 跟着苗红 你就很有前途啊 对不对 这是不公平的 知道吧 OK 这是现在一个问题啊 反映在欧洲 美国 还有一部分发展的国家 身份政治 还有一个问题呢 思潮的问题 就极端化思想回来了 现在可以说 所有的宗教 都在极端化 伊斯兰教 极端化 基督教也在极端化 今年年初 是不是有个澳大利亚 小伙子 跑到那个新西兰 新西兰的北岛 有一个城市 叫Christchurch 基督城 去那个清真寺杀人 而且现场直播啊 非常残酷啊 杀了49个人啊 这个家伙就是基督教 极端主义分子 对吧 这几天 是不是印度 在出现全国游行 为什么游行 知道吗 因为印度新推出一个国籍法 就是 你的国 不是国籍法 国籍法 它就规定 只要你是这个 南亚地区的 非穆斯林 你是印度教徒 佛教徒 希克教徒 奇纳教徒 只要你是非穆斯林 在英国住满了五年 你自动地获得印度的国籍 但如果你是穆斯林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 那当然引起就穆斯林 全国性的骚乱嘛 那个 然后还死了人 现在这个骚乱还在进行呢 只不过西方不报道 这个后面 印度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东西 就是印度教极端化 知道 印度教至上 另外犹太教 现在也非常的极端 你去了以色列 我去年去以色列 你就会知道 以色列人呢 已经把1967年联合国决议给废掉 1967年联合国有个决议 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以后两个国家 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国 和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国 但是以色列现在政府已经决定了 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巴勒斯坦国 就是一个国家 以色列国 那么他做这么一个极端的决定 后面就是犹太教 这个极端主义上来了 不允许妥协 OK 那么另外就种族主义 现在这个很厉害 你现在比如说住在纽约 你就会经常遇到不愉快的事 当地的美国人排斥我们亚裔 就在这一两年 是不是大家在微信上看到过视频 在纽约的地铁里边 我在纽约待过一年半 老坐地铁 纽约地铁啊 人种很复杂的 这一两年经常出现这个事 就当地美国人 有白人也有黑人啊 会突然冲到一个亚裔面前 吼你骂你 无缘无故的 要亚裔滚回中国去 这个 这都是那个不好的现象啊 像这些现象 对人们的交流 对贸易都是负面的 OK 这思潮 第三个就是国内矛盾 现在很深重 所以全世界到处都骚乱 咱们香港有骚乱 对不对 最近俄罗斯大城市也有骚乱 然后呢 智利 是不是上个月本来应该在智利 开一个会 叫APAC会议 后来取消了 为什么取消啊 因为全国骚乱 因为出现了全国骚乱 为什么全国骚乱 因为他的公共汽车票 涨了三毛钱人民币 那么你要从我们外人角度来讲 很难理解啊 因为智利啊 比我们负 智利去年 2018年 他的人均GDP是多少啊 15900美元 咱们国家多少呢 9700美元 是不是他比我们多60% 对不对 他1.59万嘛 就相当于1.6万 我们算1万吧 他是不是多 比我们多60% 比我们富裕啊 1.59万美元 是比较富裕的国家 因为三毛钱人民币 他的老事 就全国骚乱 最近伊朗也在骚乱吧 全国游行 很多还死了人 你一问呢 也是三毛钱人民币 为什么 原来伊朗啊 伊朗油很便宜的 一公升油 六毛钱人民币 最近因为美国制裁嘛 他经济不好啊 财政困难 所以他就征税 怎么征呢 一公升汽油 涨三毛钱 变成九毛钱人民币 是吧 在我们看还是很便宜嘛 一公升油 九毛钱人民币 但伊朗人受不了了 就烙 除此以外啊 玻利维啊 是吧 哥伦比啊 委内瑞拉 那个都有烙事 还有土耳其 印尼 这个 总归这个烙事 全世界现象 这个烙事 为什么很多国家烙事呢 因为内部矛盾很严重 内部矛盾非常严重 这个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 老百姓火气很大 所以会在一个 大家想不到的一个点 就爆发出来了 这所谓的三毛钱人民币是什么 就是西方谚语讲 叫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骆驼已经沉压很重很重 最后就那一根轻轻的稻草 把它压垮了 这是第三个乱象 第四个就是国际政治里面 现在冲突很多 比如说土耳其 现在土耳其到处跟邻国打架 那个今年 还好几次派部队 越近到叙利亚 伊拉克打那个库尔德人 那个昨天他刚刚宣布 要出兵利比亚 然后呢 那个最近在地中海的东边 海底下发现了油气 然后土耳其又就抢 于是跟希腊 跟那个以色列 现在有矛盾 对吧 然后伊朗 伊朗是不是跟好多国家有矛盾 跟沙特 以色列 美国 朝鲜 最近和美国的关系 又开始恶化 是吧 另外就是美国 极其盟国 在中国周边 不断地闹事 另外在欧洲东部 俄罗斯和欧洲 矛盾很深重 这就是我们当今的世界 很乱 贸易保护主义 思想混乱 国内骚乱 国际冲突 那面对这个乱象 怎么去看 怎么去判断 这个乱象 大致是这样的 就是西方有三种典型的观点 西方人说 西方的右派 说什么呢 说世界西方主导的 这个自由主义秩序 遇到困难了 这是西方的右派 西方的左派呢 他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 这个人叫皮克林 他这里有一本书 买得很火 叫21世纪资本论 这个老兄就认为 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 遇到了体系危机 还有呢 就是后现代派 比如说内典的 有个小丫头 16岁 叫帕内塔 她逃学 不上课 天天在外面 讲环境问题 这种人呢 就认为啊 就西方领导的 全球治理体系 出问题了 这是现在西方啊 比较典型的 关于形势的三种判断 他这三种判断 都有两个毛病 一个呢 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以西方为中心 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有意识形态的 左啊 右啊 前现代 后现代 那么关于当今形势最好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就是习主席的判断 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主席告诉我们世界在大变 大变到什么程度 百年未有之大变 我觉得这个判断最好 这个判断为什么好呢 它没有意识形态色彩 它不是左右 它就是一个客观描述 就是告诉大家世界大变了 所以这个判断我觉得 从学术上讲是站得住的 另外从功能上讲 当然它很重要了 对吧 像我们这种学者 怎么判断国际形势 其实大家听一听就完了 没什么实际影响的 对不对 习主席怎么判断 那可是有实际影响的 你们想想是不是 如果习主席说 现在的国际秩序很稳定 美国领导地位很稳定 那我们中国的方针 必然是刘伯温 给朱元璋的那个方针嘛 生花洞 广基梁 缓成王 是不是 如果天下大变了呢 那你就要准备出牌了 对不对 准备逐鹿中原了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习主席这个判断 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好好地理解 理解错了 你的投资方向就可能错了 那么下面我讲一下 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面局 那么我个人理解呢 它是指四个心 这里面包括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 新的现代化模式得到了承认 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 还有新的全球问题正在出现 四个心 把这四个心把握住了 我觉得呢 百年大局大概的内容啊 你也就把握住了 那么怎么理解这四个心啊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所谓的新格局啊 就是指东西方平衡的格局 正在取代西方主导的格局 这个国际格局是什么东西啊 国际格局是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那么过去几百年呢 国际格局都是西方主导的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 一直到现在 是不是人类的进步 主要发生在西方 是吧 这一点不得不服啊 人类几乎所有的进步都在西方 这里面包括什么 地理大发现 包括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啊 当然这个建立 告诉大家在地理大发现以前 我们人类是不来往的 分头发展的 但是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方通过殖民主义 是不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整体了 这个过程很不道德 很残酷的啊 但是它的结果 是人类进步所需要的 一个现代体系 西方主导的体系建立了 还有思想革命 是不是都在西方 这里面包括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都在西方 还有科学革命在西方 对不对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 最好的知识体系 最好的方法论 它比宗教 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感性思维 都要更稳妥 有了现代科学 后来西方的发展就很扎实 然后还有工业革命 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什么东西 就英国革命 美国革命 法国革命 就是打破传统的等级 让社会开放流动起来 还有现代社会运动 现代城市生活 现代传播 现代军事 全部在西方 是不是 人类近代几百年 主要的进步脉络 全部是西方的 因为进步都在西方 所以西方的软硬力量 都比我们强大 硬力量 军事 科技 工业 金融 比我们强大 软硬力量 比我们强大 它的理论水平 制度建构 是不是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过去几百年 人家西方人进步在先 因此各方面力量就大 软硬力量大 因此主导天下数百年 但是呢 近十几年呢 情况变了 什么变化呢 西方啊 有点 控制力有点下降 而东方的中国 还有印度起来了 于是呢 这个 传统的西方主导的结构 就开始消失 新的结构 东西方平衡的结构 就起来了 为什么这十几年 会发生那个变化呢 一个原因很简单 就中国印度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西方自己出了问题 西方有很多问题啊 比如说 虚拟经济在发达 就金融一业多大 实业这个赶跑了 是吧 产业空闲化 另外呢 资本力量太强大 绑架了政治 另外贫富分化 固定化 是吧 这个 另外福利太好 导致财政负担很大 这都是具体问题 但是呢 西方真正的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人口老龄化 就生物学意义上 西方老了 西方曾经叱咤 一代枭雄 但是到了退休年龄呢 要金盆洗手了 这个东西呢 是最难办的 就生物学意义上老了 你真没有什么办法 我前面讲的具体问题啊 通过调整政策啊 什么是可以改的 但是生物学意义上 它老了 这样西方就衰败了 知道吧 西方相对衰败 然后我们起来 这两个一结合 就导致了大变区的 第一个东西 东西方平衡的结构 取代了西方 主导天下的老结构 那么现在又一个证据出来了 那就是G20呢 正在取代G7 过去 是不是西方七国集团的领袖 每年开个会 就把世界上的大事都定了吧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 金融危机以前 实际上真是由七国集团领袖 说了算 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就不行了 对不对 金融危机让他们自己受挫折了 他要靠我们的帮助 摆脱危机 所以金融危机以后 就出现一个会议叫G20 那么现在呢 每年G7也开会 G20也开会 但是从效果上讲 G7会议的重要性下降了 而G20越来越重要 那么G20取代G7 它就反映了 那个后面的真正的东西 就是东西方平衡的新格局 正在取代西方主导天下的老格局 OK 这就是大病局的第一含义啊 第二含义 就是新的现代化模式 正在得到承认 现代化呢 从西方开始的 那么过去 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全是西方的 我们一般研究界啊 把这个原创的西方模式啊 我们找出来四个 第一个呢 是荷兰 第一个现代化模式 叫荷兰模式 这个荷兰 大家知道是西欧的一个小国家 对不对 靠海的 这个国家呢 这个人呢 就很会航海 很会造船 所以叫海上马车夫 但是呢 他们对现代化的贡献 主要不是航运 主要不是贸易 主要是制度 就是我们今天呢 生活在其中的 现代银行制度 是荷兰人创造的 那个老的银行制度 就是放高利贷 是在意大利 这个 但现代银行制度 是荷兰人创造的 另外呢 现代股份制公司 合伙人制度 公司债券制度 国债制度 还有某些国际法 海洋法制度 都是荷兰人创造的 所以一般来讲 研究者呢 会把荷兰模式 列为第一个模式 第二个是英国模式 第三个德国模式 第四叫内典模式 这是现代化原创的 四个版本 荷兰 英国 德国 内典 是吧 那么 在欧洲以外呢 还出现了几个模式 有美国模式 苏联模式 日本模式 但是美国模式 我们研究者认为 严格意义上讲 就是英国模式的放大版 因为美国从英国独立的 血缘上 他们是负质关系 美国只不过是 把英国模式 平移到地理上 平移到了北美 所以一般 我们会不单独说 美国模式 我们把它 跟英国模式合起来 叫英美模式 那么苏联模式呢 被认为是德国模式的 斯拉夫版 而日本 是德国模式的东亚版 OK 这就是过去的情况 现代化 从西方开始 原创的版本 都是西欧的 西欧以外的几个成功版本 都是盗版 就欧洲的盗版 是吧 无论原创还是盗版 都是西方的 所以很长时间呢 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 所以一百年前 中国有一些人 比如说胡适之先生 就提了一个政治主张 叫全盘西化 那么这个情况持续了好几百年 但是最近情况变了 这十几年呢 这个美国的战略家 承认中国崛起了 美国的战略家 他们真承认 这个因为他们在实践当中 感到中国的压力了 这个 然后呢 他们承认中国崛起 我是七月底 八月初去一趟美国 本来十二月初 我本来还去 后来这里是有冲突了 我就没去 那个 我最近对 网上的右派知识分子 工资批评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开始造谣 说美国人取消我的签证 工资啊 现在越来越没有出息 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靠造谣 靠污蔑 来进行辩论 但在历史的角度 谣言是站不住的 污蔑是没有用的 那个 我去美国没有问题的 那个 然后 我最近跑了一趟 那个 然后见了不少人 那么在华盛顿呢 我是两党的人都见 就跑了好几个部门 有国家军委员会 国防部 国务院 商务部 还有跟我们谈判那个 就美国贸易代表署 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感觉到美国人 现在火气很大 我们中国人说 你美国人欺负我 对吧 搞贸易战 瞎搞 那美国人上来啊 骂我们 他们骂我们什么呢 说我们没有良心 美国人现在 怨赴心里 美国人现在 心里这样的 说你这四十年 发展很好 对吧 是我帮助你发展的 然后你这个家伙 没良心 你发展了以后啊 你就让我感觉 叫做 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 知道吧 你有本事 有钱了以后 就在江湖上 另立门户 江湖大计 我看咱们这个 有个主办单位 叫一带一路 对不对 美国人上来 就是烦这个东西 他们认为 一带一路 就是中国版的 马歇尔计划 抢美国地盘 杀气都不得了 那个 我们中国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一带一路很简单 我们家产能过剩了 是不是 我们国家传统产业 是不是产能全过剩了 产能过剩了 如果我不输出出去 我憋在家里 不就是那个 便秘 要死过去了 知道吧 是不是 你们自己想嘛 如果产能全部过剩 在国内大规模裁员 失业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所有国家 每欧日都是这样 产能过剩就往外输出嘛 我们一带一路 首先就是经济动机 知道吧 我们帮 这个一带一路 原先的国家 他们家 有地 有年轻人 有资源 但是他没钱 没技术 知道吧 所以我们去 给你开个矿 对吧 为了挖矿 我给你供电 对吧 还修个水库 又解决水利 又解决电 然后呢 矿挖出来都有路啊 我给你修路 路完了以后 到海边都有个 港口啊 我给你修港口 对不对 所以中国 一套投资就去了 然后就把他们资源就弄出来了 资源弄出来了 他有钱了 我们的产品 都用就出去了嘛 是不是 还真就是个经济问题 双赢 但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这是战略上挖美国地盘 就他气得不得了 那个 另外呢 说我们中国啊 在外面搞文化扩张 比如说我们中国在外面 办了孔子学院 对不对 其实这些事呢 美国人都做 美国是不是在全世界 办了一个美国文化中心 办了两百个左右 日本文化中心一百多个 但是我们做事呢 就是比较茅臭 而且规模太大 你看德国啊 有个哥德学院 全世界三十几所 这么多年了 三十几所 法国是不是有个法兰西学院 五十几所 西班牙叫赛万提斯学院 二十几所 多的是日本一百多 美国最多二百所 咱们国家 我们国家是一般不出手 出手不一半 知道吧 我们一半就五百所 知道吧 孔子学院五百所 还有孔子学堂 一千多所 所以他就是感到害怕 对吧 所以地缘政治 挖我地盘 一带一路 文化扩张 孔子学院 还有就是经济上挑战他 美国人呢 对我们搞那个叫 人民币国际化 非常劳火的 因为美国霸权的一个 有个基础 叫美元霸权 是不是 美国是要垄断国际金融的 欧洲是他们家的亲戚 欧洲搞欧元 美国就很不高兴了吧 中国他觉得你没有资格玩国际金融啊 没关系还是有点傲慢的 知道吧 美国说我是 第一超级大国 唯一超级大国 对吧 他的心里就是 我是村里的首富 村里的当铺银行都是我们家的 你中国一长工搞什么银行啊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中国就真搞了 推人民国际化 然后办银行 这个他们很震撼 中国是不是办了两个银行 一个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一个叫金砖银行 对不对 你站在美国角度他很害怕的 因为中国提议办银行 他都反对的 那最后反对无效 中国办成了 在美国的反对之下 中国一下办了两银行 而且呢 除了银行 我们办了十几个基金 是不是 一个意思跟这个有关 一带一路 配合一带一路 是不是有个私路基金 对吧 然后中非合作基金 中非啊 私路中非 然后中国阿拉伯 中国海湾国家 中国东盟 中国美工河 中国拉美 中国南泰 中国东欧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对吧 还有中国联合国基金 所以站在美国角度来讲 中国真是很能干的 知道吧 一下两银行 十几个基金 另外呢 他们对中国 还有一个事儿 是比较老火 就是搞期货市场 是不是去年3月26号 在上海开通了石油期货 然后后来不断的加 铜 这个不锈钢 对不对 现在好像我们 然后大连有铁矿石期货 对吧 现在好像有八个大类 国际期货市场 不是郑州那个国内的期货 是国际的 这个美国人很在意的 知道吧 因为国与国的经济竞争 它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 最低级的竞争 是产品竞争 就是贸易 这个美国不太在意的 比它高一级竞争 是技术 这个美国就在意了 比如说华为的5G领先 它就要打你了 但是美国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最在意的是定价权 是吧 一般商品 技术定价权 定价权是最关键的 然后中国搞期货 在美国看 就是抢美国的定价权 这是经济 还有战略文化经济 还有就是军事 军事上美国人 实际上感到压力很大的 知道吧 那个 他们一般来讲 会举几个例子 一个就是中国 搞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防空识别区 这个玩意儿呢 没有国际法依据的 他就是美国带的加拿大 先搞起来的 他为什么搞呢 因为那个苏联呢 是不是隔着那个白令海峡 跟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挨着 然后苏联当时比较凶嘛 是吧 俄国人叫战斗民主 脾气不好的 经常动手打人的 所以他们经常有飞机啊 去跑到那个加拿大美国的领空 威胁他们 所以呢 他们两家为了防范那个威胁 就搞了一个识别区 这个识别区就是跨越国境的 在国境以外比较远 他就设了 你的飞机一进来 他就知道 好 他们两家搞了以后 美国的盟友就仿效啊 大概后来有二十几个国家搞 其中对我们国家最不利的是日本 日本学美国 在79年搞了防空识别区 然后他画的很霸道 他把那个识别区画到 利用我们宁波啊 宁波旁边是不是有个周山群岛 是吧 离那个地方 一百零三公里那个地方 就叫他的识别区 离他们家的东京两千公里 知道吧 所以我们飞机一飞到这个地方 他就警告我们 说侵犯他 这弄得中国空军非常老虎 从而是我家门口啊 我怎么一出去就留你了 对不对 所以原来我们国家 就是一直挺受欺负的啊 那个 所以空军很早就说 他们搞 我们也搞吧 但是呢 过去我们不是 外交叫韬光养晦嘛 不乐事啊 所以就不搞 但十八大以后 习主席执政了 我们很快就搞了 2013年11月23号 我们中国也设识别区了 而且我们画的也挺老远的 画的冲绳的郊区去了 知道吧 那个 那个 这个 中国网民呢 现在胃口越来越大 觉得中国空军太保守了 说冲绳就是古代的琉球 知道吧 说怎么能 空绳应该属于我们呢 我们应该画到那个日本本土去了 那个 那个当然是网民的一厢情愿啊 那个也不符合国际法 至少现在我们官方承认 冲绳是人家日本的 好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因为他也画 我们也画 于是相互就驱逐 对不对 相互驱逐啊 现在我们占了上风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力量上来了 以前我们不是防空识别区域 客观上讲 我们力量是不够的 就我们画到那个地方以后 我们雷达看不见 画的等于白画 对吧 你雷达看不见 人家闯 你不是 就秩序没去吗 现在我们真可以了 我们现在画的这条线 任何飞机进来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 日本的 一进来 我们这边就 电讯的警告就去了 说你进我识别区了 所以原来美国 日本飞机飞行员都很潇洒 知道吧 边开飞机 边喝可乐 刚一进来 我们啪一个电子弹子 就过去了 知道吧 说你进来 小心一点 啪啪一哆嗦 你还不走 我们那个火控雷达 电波就去了 知道吧 火控雷达就挺吓人 因为火控雷达盯住你以后 你是逃不掉的 一会儿就给你击落了 所以这帮家伙 进来窜一下 碰碰就跑 窜一下就跑 那个潇洒劲 就完全没了 然后呢 我们相互赶 如果你不听话 往这里赶 我们的飞机就上去赶它 结果我们现在赢了 据日本方面的数据 就是去年 我们的飞机 在东海上空 飞了1088次 而日本出来赶 我们只有462次 也就是有600多次 是中国空军 独自翱翔在东海的上空 对不对 没有日本飞机半飞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日本人飞不动 知道吗 日本三代战机300架 就相当于美国的F15 F16 它现在有四代战机F35 它刚买来 现在还不太好用 它主力的就是300架 这个三代战机F15 F16 主力啊就300架 第一个数量不够 第二个呢就是年纪大 日本呢是有钱的时候买的 就90年代买的 大部分啊 这几年补充了几家 很少 基本上是90年代买的 结果是什么 结果日本战机平均寿命20岁 20多 也有人说是25岁 我告诉大家 战斗机20岁 就是我们男性的75岁 是吧 走路还行 很多功能都不行了 是吧 这个 中国三代机 我个人估计啊 因为中国有一毛病 就全部都是保密的 知道吧 全部是保密的 这个 其实个保密呢 就是对老百姓保密 美国人都知道的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事 那个 那我就看美国人数据 保守估计 现在我军的三代机 至少超过1200架 是美国的 日本的四倍 然后还更关键 我们战斗机啊 平均年龄五岁 战斗机五岁 就是小伙子20岁 身体好极了 知道吧 天天给你飞 现在我们不用打日本 就是天天飞 然后让它半飞 我估计再飞个五年 日本飞机一多半就掉下去了 就不用打就掉下去了 这个事呢 你站在美国角度 他很生气了 对吧 这个 因为原来是他单独射 现在你也射 他就受不了了 这个本质上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啊 美国呢 一个老流氓 他天天打你 突然有一天 你伤他野光 他就急了 说你耍流氓 我们耍流氓 另外呢 就是钓鱼岛巡航 原来钓鱼岛 是不是就日本那个 在那里控制 我们不去的 但现在是不是 我们每十天去一趟 是吧 钓鱼岛巡航 就实际上我们是双重管辖了 还有就是核潜艇 定期巡航 以前我们核潜艇呢 就是在中国的 自己的港口走来走去 不出海的 知道吧 现在美国人认为 我们美国人估计啊 我们每天 有两到三艘核潜艇 就是海里面的 不回来的 这个 一般都是三条 一条在印度洋 两条太平洋 甚至有一条 跑到那个大西洋去了 美国人还找不着 这个美国人 还是挺在意的 为什么 现在我们是配这个094 094是不错的 够用了 不是很好 但够用 094上面12个弹 每个弹上面6个弹头 所以一条件 72个弹头 三条件 216个 是不是 那我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弹头的爆炸 当量是35万吨 35万吨 什么概念 知道吗 就是广岛原子弹 1.5万吨 我们一个弹头 就是23颗广岛原子弹 任何城市 在这个打劫之下 当然无存 是不是 所以那个 这是 这对美国人 威胁还是很大的 还有呢 就是南海建岛 是吧 那个 南海这个地方啊 原来啊 我们不建岛的 我们搞了几个水泥墩子 原来他们建 越南啊 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他们建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们海军 在那驻守非常困难 那个 新华社以前有一个 专访 那个专访 里面 讲那个首导战士 非常艰苦 有一个战士啊 就守了一个 很小的水泥墩子 太寂寞了啊 然后他就申请说 带一条狗上去 防那个蛙人 防那个海上的老鼠 海上有老鼠的 结果呢 那条狗带上去 四个多月吧 得了忧郁症 自杀了 你可以想象 那个条件 多么艰苦 对不对 所以海军呢 一直申请说 我也建岛 你建我也建 结果以前都不批 中央都不批啊 但是也是十八大以后 我们就批了 一三年 我们开始建筑 到一五年建完吧 一共是一年半时间 结果呢 就让美国人吓着了 为什么 因为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 四个国家 用四十五年时间 建出来一百亿亩 咱们国家 一年半时间 修出来 三千二百亿亩 知道吗 这是你三十分之一的时间 三十二倍的规模 而且质量非常好 越南呢 曾经有个工程 修了五年时间呢 结果一九九五年 来了一个叫 玫瑰台风 把这个工程 一个晚上 给吹跑了 没了 咱们工程非常好 质量非常好 那么这一来 我们在南海 现在地位就很好了 是不是 军迷都知道吧 南海 现在我们有三个机场了 对不对 朱臂 赤瓜 美济 是吧 三个机场 等边三角形 相互之间都是二百多公里 相互可以支援的 很好的一个军事据点 这个呢 在美国人看来 是挑衅很大的 另外 是不是我们在吉布提 搞了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另外就是远洋海军 发展很快 这么告诉大家 从2014年开始 中国海军每年拿到的新舰 都是超过美国的 去年 今年我们海军得到的新舰 都是二十万吨 是吧 美军都是十几万吨 那个 今年大概全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的那个冬位是四十多万吨 二十万吨 美国是十三万吨吨吧 然后全世界加起来 其他就除了中美 全部加起来十五万吨 我们台湾省海军 今年拿到了三十五吨 可以不计 拿了个小艇子了 这个我们是二十万吨 它是三十五吨 这个 完全不够我们一个 民办造船厂的工作量 对不对 那个严重拖中国的后腿 OK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听得很爽 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全部都是压力 全部都是挑战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美国真感到我们的压力 于是他承认我们崛起 承认我们崛起以后 整个西方就开始承认我们崛起 然后就开始研究我们 研究的结果 他们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就是跟西方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 中国现代化 为什么跟西方不一样 首先国家不一样 所有西方国家 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 叫Nation State 叫民族国家 然后他们用民族国家 这样一个模式 去研究日本 韩国 朝鲜 蒙古 越南 缅甸 都没问题 都可以套上 但研究中国不行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 用另外一个概念 也叫中国 叫Civilization State 叫文明国家 中国人主要不是因为 血缘认同 而是共同的历史记忆 和生活方式认同 组成一个国家 所以国家性质就不一样 另外这个国家 中国有一个党 有个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 起的作用特别大 在西方模式里面 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 中国人与神的关系 跟西方彻底不一样 西方是有一个大神的 对不对 垄断一切 然后人神的关系 就是人要对神 绝对服从 对不对 中国不是的 中国人呢 跟所有的神呢 是个交换关系 是吧 有用我拜你 没有你都不理你的 是不是 儿子要高考了 去拜孔子吧 平时不理人家的 对不对 得病了 去拜药 药神 那个娶儿媳妇 想孙子了 就是拜宋子娘娘 对吧 那个 所以我们的人神关系 跟西方彻底不一样 这个 中国跟神 就是交换关系 知道吧 那个 反正现在西方 开始重视我们 研究我们 最后的结论 就是中国模式 跟它不一样 然后在理论上 就有一个结果 就是西方模式 它的唯一性 统一性 给打破了 OK 这就是大变局第二含义 第三含义 是我本人最看重的 就是未来 我们人类正在迎接 新的工业革命 而这一次工业革命 跟以前不一样 西方不能垄断 中国美国都有机会 我的史学观是这样的 就是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决定上升建筑 这是很老的一个史学观 叫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这个东西 弄到近代呢 就是工业能力 决定国家的命运 近代的人类历史 表面是人类 从古代到现代 这个过程叫现代化 这是表象 实质 是人类从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这个过程叫工业化 所以近代历史的本质 是工业化 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 你的工业能力 决定你国家的命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就表现为工业能力 决定国家命运 那么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最伟大的事件是什么 是工业革命 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 西方有很多伟大的革命 对吧 很伟大的进步 包括思想革命 科学革命 社会革命 城市革命 军事革命 很多很多吧 但是 所有那些革命 不是直接作用于 生产力发展的 对不对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是工业革命 知道吧 那些革命 是作为一个背景 来表现的 那些革命 导致了工业革命 才真正作用于 生产力发展 所以我的结论 是现代化的本质 是工业化 工业化进程当中 最伟大的事件 是工业革命 那么迄今为止 我们人类 有三次工业革命 分别是 蒸机机 瑞兰机 计算机 这三次工业革命 有个什么特点 知道吧 就是被西方 一个民族垄断的 叫央格鲁 萨克逊人 央格鲁 萨克逊人 就是英语民族 具体讲 有五个国家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们内在的关系 英国是爹 美国是长子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三个小弟弟 是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这个家族 厉害到什么程度 这个爹和长子 竟然垄断了 人类的 三次工业革命 蒸机机 英国的 瑞兰机 计算机 美国的 1760年代 英国搞出了 蒸机机 从而把人类 引入到了工业文明 西方真正的 拉开了 与我们的差距 1860年代 美国搞出了 这个瑞兰机 主要是因为发电 所以就有发电机 最后搞出了 然后1946年 美国搞出了计算机 那么 每一次工业革命 都是让它的生产力 有富裕 把我们甩开 过去 我们经历的历史 大概它的核心 就是这些内容 工业化是总的进程 这里面有三次 最伟大的工业革命 全部是英美垄断了 因此 英美在世界上 地位就是高 有世界政治的主导权 有金融霸权 有军事霸权 有文化霸权 咱们中国呢 是这样的 中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我们是拒绝的 就蒸汽机在英国出现了吧 咱们1760年代 咱们处在什么时代 乾隆王朝时代 乾隆爷拒绝接受 所以我们就被甩开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 1860年代 在美国事先电力的使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 咱们国家是学的 谁学洋务运动派学的 洋务运动派 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正面评价 因为他给中国的工业化 留下来的种子 他非常可惜 洋务运动派失败了 他第三次工业革命呢 我们中国成功了 1946年 期短期产生 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 咱们中国呢 三年以后成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这一代领导人呢 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这70年 非常难 但是我们成功 这个 我们通过学苏联 这个 把这个一二次工业革命的东西 拿到了手 就是我们 刚建国 在两个阵营里面 我们学了 叫一边岛选了苏联 然后从苏联拿到了156个大项目 156个大项目 是人类工业化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知识产权转移 一下就把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奠定了 一二次工业革命的遗憾就弥补了 对吧 然后呢 后来我们又学美国 那么通过学美国 我们把第三次工业革命 计算机革命 它的最新阶段的成果 就网络化 我们学成了 这样呢 就导致一个后果 由于中国现在工业化成功了 因此 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美国就不可能垄断了 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定是中美两家PK 我觉得目前的态势 中国至少可以和美国 同步进入新的工业革命 至少 如果你要细分析的话 中国的胜算大于美国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大便局 未来的工业革命 中国美国都有机会 西方不能垄断了 这个 那未来的世界生产率局 就不可能像几百年 过去几百年 一直西方领先 不可能了 一定是东西方平衡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新的 全球问题 才不断地出现 全球问题 就是那个跨国界问题 老的就很多 比如说人口膨胀 资源不足 宗教矛盾 领土纠纷 这老的 新的很多 比如网络带来的问题 数据鸿沟 这个基因技术带来的深 伦理问题 基因人可不可以造 还有对各国 现在影响很大 而且比较直接 就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就是在加速 如果不加以制止 对人类是灾难 气候变化 衍生下去的结果 海平面就会上升 海平面如果上升两米 那么我们沿海 很多伟大的城市就没了 知道吧 两米 纽约 洛杉矶 东京 香港 上海 就没了 这个 人类啊 现在70%的GDP 是集中在沿海的 如果气候变化 不加以遏制 海平面上升 结果就是70%的GDP 就没了 这是不是人类的灾难 那么 这种那个全球问题 就需要我们人类 共同行动 那么谁能够领导 人类共同行动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谁就领导世界的 道德基础 那么事实上 在应对全球变化方面 现在主要的竞争者 就是中美 是吧 OK 这是我对百年大局 四大内涵的解释 具体讲 什么叫百年变局 一个就是 从国际格局角度看 东西方平衡的格局 正在取代 西方主导的格局 从观念上讲 原来西方模式 一统天下 现在至少 中国模式得到了承认 从未来发展 讲 最重要的未来事件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 东西方都有机会 具体讲 中美都有机会 最后 全球问题 不断涌现 这是未来中美 这个都需要 这个认真应对的事件 好 讲完这四个东西呢 我最后开始下结论 大家体会一下 是不是四大 新呢 很大程度上 跟我们中国有关 是不是 中国实际上 是大变局的 主要变量 那么这个中间 机会是什么 对中国来讲 机遇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应该是中国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历史机遇 因为我们工业化了 我们有资格去PK 新的工业革命了 我们一定要做 事实上 习主席就决定做这个事 其实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看得很重 全方位的推进 力争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当中成为赢家 OK 这就是最大的历史机遇 新的工业革命 我们有机会 如果我们抓住了 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有很好的技术基础 生产力基础了 那么 这个 但是呢 机遇来了 必然有挑战 美国作为现行秩序的 主要维护者 他看着咱们中国啊 作为 对现行秩序的 主要冲击者 是不是看得很不爽啊 不爽的结果 OK 好 不爽的结果呢 就是肯定是那个 他要整我们 那么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应该讲中美关系啊 从去年开始就变了 从前年底到去年初 美国推出了五份政府文件 这些政府文件 共同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从现在开始 恐怖主义不是美国主要威胁 大国竞争是主要威胁 大国竞争主要来自于两家 一个中国一个俄国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分析说 长期看 俄国不行啊 因为俄国经济不好 长期看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中国 OK 这是去年初发生的事 美国的两党精英 打成了一个共识 中国从 有缺点的伙伴 变成了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把我们定位变了 是吧 变成了对手 第二个就开始行动了 美国这个国家行动能力 非常强的啊 一旦把你当对手 一系列的牌就打出来了 我梳理了一下 从去年3月22号打到今天 美国打了十几张牌 第一张贸易牌 是不是去年3月22号 启动了贸易战 第二张科技牌 去年4月16号 整我们中心电子 科技战吧 第三张金融牌 去年5月初 商务推出一系列制裁名单 切断美国银行系统 与我们这些 名单上的 那个公司的联系 第四张舆论牌 第五张是什么 司法牌 抓孟晚舟 五张牌了吧 然后是台湾 香港 新疆 那个西藏 四张牌 这样九张牌了吧 然后东海南海 十一张牌 十二张牌呢 就是他推出了一个东西啊 叫印太战略 就是他的联盟体系啊 原来美国叫亚太战略 亚太战略的特点 就是他联盟体系 主要建立在 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有韩国 日本 这个东北亚的基础上 印太战略 就是把他的战略 往西走 往西推 把东南亚 南亚拉起来 主要就想拉三个新盟友 越南 印尼 印度 尤其是印度 这是第十二张牌 印太战略 第十三张牌啊 就是沿着一带一路捣乱啊 第十四张牌 是最近提出来的 拉我们中国 搞军队 军备控制谈判 限制中国军力发弹 知道吧 OK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状态 因为中国崛起了 他不接受 所以把我们定位是对手 然后就一串的牌 就整过来 然后呢 中美关系性质就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啊 原来呢 是既竞争又合作 然后比例呢 是五十五十 但从去年初开始到现在 中美关系性质变了 变成竞争为主 七分竞争 三分合作 这是中美关系新常态 而且呢 美国政府内部 有一小撮人 被西方媒体叫 Deep State 叫深层国家 这个也叫隐形政府吧 他们人不多 他身居高位 能力非常强 这帮人呢 还不满足于现在 竞争为主的中美关系 他们想把中美关系 推向全面的新冷战 这个 他想跟中国脱钩 全面新冷战 那么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办啊 最后我讲几句 就是说中美关系来看起来啊 必然要恶化一段时间 于是对大家的贸易 是深有影响 比如说 你们的对美出口 肯定是受影响的 另外呢 中美之间的科技 教育 人文交流会受影响 就是美国最好的 工科大学 现在不接受中国学生了 这个 现在去年还有这种事 就是我们的学生 在美国读书读了三年了 是吧 回来探亲 又回去不给你签证 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你们孩子去交流 就得选择一下 避开美国 另外在国际上 他就不断会给你造舆论 对你施加压力 所以大概就是 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 从去年到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 中美关系总体特点 是不太好的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我们也不用慌 就中美关系不好 不意味着整个中国外交不好 是吧 中国外交啊 周边外交还可以 发展中国家外交还可以 与国际组织的外交也还可以 在大国里面呢 我们与俄罗斯关系还可以 与欧洲关系还凑合 实际上主要的问题 集中在中美 OK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挑战吧 总结一下啊 就是世界在大变 然后中国是变量 主要变量 因此美国一定是要整我们的 但中国不用怕 我们呢 在变化当中有个机会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但有个挑战 就要应对好美国 极其盟友的压力 那么具体怎么做 我个人的主张是三点 第一 对美这个方向 还是要争取做到 斗而不破 不要斗破了 然后美国以外 对所有其他国家 我们广交朋友 广结善缘 传统说法 就是建立广泛的 国际统一战线 那么当然 问题的根本 还是在国内 要把事情做好 国内的事情的关键 就是经济不能乱 谁要经济过得去 国内大致是稳的 而国内稳呢 外面这些挑战 我们是能应对的 那么国内稳 我觉得现在的关键 是两个啊 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啊 是在这个诀窍 就是我们有两个引擎 在推动 一个呢是你们企业家 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干部 地方政府和企业家 都是那个经济发展的 推动者 这样我们有两个引擎 美国一个引擎 所以它跑不过我们吧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地方干部 积极性很差 企业家信心不足 对吧 你经济发展是重点 经济发展靠两个 主力集团军 是吧 一个企业家 一个地方政府 结果这俩主力集团 今天士气都有问题 这是麻烦所在 是吧 把这两个集团的士气 调动起来 信心恢复起来 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吧 所以很有意思啊 我呢 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 对不对 谈到后来啊 其实解决之道啊 是在国内 是吧 国内不出事 外面问题不是很大 OK 这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 已经超过时间了 这个谢谢大家 感谢金灿荣教授的精彩演讲 真是感恩路在何方啊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更大宏观格局的视角 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金灿荣教授 感谢金灿荣教授